举一个例子 佛应禅师 他有一天 在河边 进行散步 突然间有一个少女 投河自杀 投河自杀这个佛应禅师 一看不对了 跳到后面把他救起来 就想说你这么年轻 怎么就要自杀呢 他说师父啊你不知道 我这日子没法过了 怎么呢 他说啊我跟我先生结了婚以后 有一个心爱的儿子 但是这个儿子因为我照顾不好 生病死掉了 佛应禅师说 那你结婚多久了 我说我结婚了三年 那你没有结婚之前是什么情况 我没结婚之前是一个少女 过得挺好的 佛应禅师说那你现在的人生 你先生也离婚了 儿子也没了 那你就回到三年前 有什么差别呢 差别是你经过这三年的婚姻 露下了很多的影像 但是音言过去的 你的心没有走过去 你的心没有过去 你的心活在过去 这个少女 如果她不用无常观来调伏她过去这三年里面快乐的影像 看样子她是有点不甘心 看这个意思 因为人生本来就一言和合希望有生 一言别离希望明面 你跟你先生的音言就三年 你跟这个儿子也是三年的音言 过去一生她只是 人生是很真实 她把你的音言如此地献出来 但是我们的心不真实 喜欢打妄想 所以这个少女如果她没有调伏 我们可以合理的推论 她未来会有两件事情会出现 第一个 她一定会继续轮回 光是她这个妄想 她走不过去 她一定遭款生死业力 第二个 她跟她的儿子 跟她的先生 未来还有很多的事情 还有很多的音言的互动 所以诸位 人生的可怕是怎么回事 叫做辗转相续 业力的可怕就是 她这个地方A创造的B B创造的C 就是说你不能让她相续 所以她这个临终的正念 只有一种概念叫 断相续心 破合合死 这个转动的轮盘 转到这个地方 结束了 不能再转下去了 当然业力要不要相续 就看你的妄想有没有相续 诸位 只要你现在的内心 还有什么事情过不去 你现在最好 最好现在临终之前 让它过去 如果你这个坎没有过去 你临终这个坎就过不去了 就这样子 就过不去了 过不去的后果就是 你要为这个妄想付出 再一次受生 受老病死折磨的代价 不过不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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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